我臭 我剛剛忘記改我的錦灰瘤了 所以我夜晚真的超憂鬱 但是我沒有改 我還是驗了1 1號是金水 那我後來想說我驗1也好 是因為4出去的時候狂輸出1 但其實我最想驗的就是 我剛剛藍坑裡面的人 但我怕 我怕 女巫出動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會驗到死人或什麼之類的 我怕浪費 4號牌是一張良人牌 我是熟悟人牌 昨天晚上看到4號才是熟悟人牌 差不多9號針魚人家原因就是因為 後製人一定會有良人起來 叫熟悟人 然後說4才是熟悟 9是狼人牌 所以他們這局一定要推 熟悟人家9號牌 我覺得12象真熟悟的原因是因為 他第一輪票型他是票4 所以他 不可能這個 這個時候再拍一個熟悟人說4是狼 我才是真正的熟悟人 然後我剛剛看到 但是 我現在會不帶任何情緒的 跟你們談說 我要怎麼說服你們 讓你們知道我才是真正的熟悟人 我現在能確定的狼可能就是 然後1 1我覺得定狼 因為我覺得妳還在那個位置 妳還說什麼 覺得12號絕對是真熟 為什麼他一定是真熟啊 他是假的耶 然後妳在那邊 妳是小翔耶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我不知道妳要玩什麼 然後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就搞笑就對了 我才是真的熟悟人 然後4號他是好人出去 他是真的預言家 然後9號 他這個 這個號碼講錯 精髓驗錯 不要再給他機會 不要再容忍他 觀眾會覺得你們很蠢 很白癡 所以 好冷靜 以後妳要汗跳 拜託妳號碼練好 講號 不要再講話 不要冷靜 不要冷靜 這樣很複雜 為什麼要形狀又要這樣 我站著頭髮的情緒太多情 但是他就一直講錯號碼 那我一再包容他 手要怕給我投出去